遇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 先前美国一名男子 因邻居所养的比特犬企图闯入家中 碎池枪将他打死 邻居发现后忍不住崩溃大哭 双方更因此起了争执 而两人争执的相关影片在网络上曝光后 也引起众多网友议论 影片中 得知自己的比特犬遭枪毙后 女邻居前去找男子理论 不断哭喊 这是我的宝贝 情绪相当失控 男子则不停安抚他 并解释当时因比特犬企图进入他家 一直跟着他 让他不得已指得开枪 但他对此也感到抱歉 之后女子谈成自己为用狗链拴好爱犬确实有错 也强调爱犬从未攻击过他人 相当友善 事实上 因比特犬性格较其他犬类来的凶猛 具侵略性 甚至比藏骚还要残暴 又具有惊人咬合力 被关上 恶魔犬 撒旦的护卫 等称号 在过去曾传出多起习人事件 导致部分国家都宣布禁仰 因此 国外许多网友在看过影片后 不但没有责骂男子 反倒认为男子根本不用道歉 直言女邻居的比特犬之所以被枪毙也是女子为做好管教 此事件 虽是在去年底发生 但近日又被外媒翻出报道 也再次掀起讨论 消息转至PTP后 湘民纷纷回应 我以为比特犬是高攻击性犬是常事 比特犬根本就是人间凶器 不拴好就别怪人开枪 活该 自己的狗不拴好 还有脸哭 也有不少湘民开玩笑说 难怪主人崩溃 以后要怎么挖比特币 会帮忙挖比特币还杀 打死有掉比特币吗 新闻授权来源 NOM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